警方再度针对击打大臣沙鲁西的言论 以煽动法令等条文展开调查 马新社报道 彭亨总警长雅哈亚表示 沙鲁西是于10月7号在文集警局给口供 警方透露已经向5人录取了口供 案件调查完毕后 就会将调查报告提成给副检察司办公室 据了解 警方在布兰埃补选期间接获两份投报 这两份投报是针对沙鲁西9月22号 在布兰埃补选竞选期间 所发表的言论 警方是根据煽动法令 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以及选举罪行法令调查沙鲁西 这已经不是沙鲁西第一次因为言论 而受到当局对付 7月18号 沙鲁西因为涉嫌误入雪州苏丹而被提控 案件将在明年1月开审 1月二号码 便宜 2号码 宣度